9月18日 旧金山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 在旧金山湾区圣河西举行纪念918事变90周年音乐会 来自湾区西雅图等地区的华人华侨超过200人出席纪念活动 励志坚李贝妮负责主持当晚活动 励志坚李贝妮表示 大家相聚在此纪念918事变90周年 不是想唤起仇恨 因为中华民族是一个热爱和平的民族 今天在此主要是回顾这一段历史 让大家知道现今的平安 稳定 富足生活 是千千万万前人经历千辛万苦和牺牲生命换来的 后人要时刻铭记这段历史 就是避免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 旧金山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会长李灵志开幕词 他首先对到来的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和感谢 他表示 过去两年来 由于疫情的原因 大家只能在线上联络 今天很激动在这里与大家见面 回顾在1931年9月18日 日本帝国主义军队以武力侵占东北 蓄意制造并且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 从那天起 中国人民团结一起 开始长达14年的浴血抗战 他强调 只有铭记历史才能警醒当下珍惜和平 李灵特别感谢所有参加一演的演员 义工以及组织 并向各位默默付出以及提供支持的人员和组织表示崇高敬意和衷心感谢 刘文昌的一首《乌苏里传歌》为音乐拉开帷幕 党伟光的《松花江上》《长城窑》《到敌人后方去》《大刀进行曲》等歌曲 再次把现场嘉宾的记忆带回到当年那战火纷飞的年代 甚至连在场的小朋友也认识到这段历史 对歌曲也是朗朗上口 音乐会主办单位不仅向大家献上筷智人口的歌曲 还编排具有东北风味的舞蹈 东北的东 东北的琴 以及架子鼓和武术表演《龙的传人》和歌曲《我和我的祖国》 一场中西融合的歌舞乐器演出 不仅体现出弯曲华人华侨的艺术造诣 更让人感受到弯曲华人华侨的爱国热情